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步步走向鸟巢的大脚印烟花,你还记得吗? 2015年,你见过长达500米的天梯,直通苍穹吗? 蔡国强被称为世界上最会玩火的男人,在他手上,即使是白日绽放的烟火,也能炫彩夺目。 你想过万里长城被烟火在延长一万米吗? 你还记得你有被冬奥会的开幕是烟火所震撼吗? 微观人物故事,励志激励最为上进的责任青年。 本期紫牙同去微观视角,就讲讲中国烟花第一人,蔡国强用火焰在天空作画的故事。 蔡国强是位当代艺术家,195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 他艺术之路的起步点,在奶奶睡的那张古董床上。 那张床是奶奶的陪嫁,名叫十八图棉床。 正如名字写的那样,床尾一圈画,有十八幅描金画。 蔡国强从小就和奶奶住,每天早晨醒来都能看到这些画。 久而久之,他开始照着画这些金图。 因为年纪小,说是临摹,其实就是在纸上乱图乱画。 但奶奶经常夸奖他,这样的鼓励使得他从小就对画画有了浓厚的兴趣。 随着年纪的增长,蔡国强上了小学。 班上的老师看到蔡国强喜欢画画,就把学校的黑板报交给了他。 本来是一次尝试,但画出来的结果让老师和同学们都感觉不错。 于是接下来的六年时光里,蔡国强承包了学校的黑板报。 这样的殊荣交到了自己的手中,他找了一些工农冰花报,每天在家临摹,质量越来越好的黑板报,让他成为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家里也很支持他的喜好,不仅没有阻拦,还专门空出两间屋子给他做画室,以此来鼓励他。 从最开始的黑板报到后来的油画,他又迷恋上了石膏画,种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专业。 他的画逐渐从二地走向三地,创作的思维也逐渐从传统的思维里跳出。 他把目光放到了宇宙,意向把太空融入自己的作品中,甚至是光用画笔创作都无法满足自己了,他开始用上了火药。 通过爆破的画和现如今所有的画都不一样,这种乍画似乎更接近自己心目中的艺术。 一时间,蔡国强开始沉迷乍画,每一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搞创作,而身边的邻居却以为是工程队在哪里搞爆破。 时间久了,附近的邻居都来投诉,奶奶也没有告诉沉迷创作的孙子,而是自己一家一家的登门道歉。 炸化的开始也并不如意,火药的用量很不好控制。 把握不了火后,爆破的威力也就很难掌握。 她经常一不小心把爆破夸张了一些,火光散去画布也已经变成了灰烬。 炸化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但家里人没有直接明令禁止。 奶奶告诉蔡国强点火药可以,但会点就要会灭,人人都会点, 但只有知道怎么去灭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这样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蔡国强不仅听进去了,还牢牢记了下来。 1981年,蔡国强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舞台艺术专业。 在大学期间,炸化成了她的重心,只是在那个年代里, 炸化的思想可能还是太超前了,国内艺术界也没有人欣赏得来,甚至是嘲笑。 就算没有认同的声音,她也没有因此放弃、炸化。 既然国内没有出路,就把眼光看向国外。 蔡国强带着自己的作品远渡重阳,去到了日本, 就读于日本驻波大学综合研究室继续深造。 就算是在国外,这种炸化也是十足的新鲜。 她的展览在日本报纸刊登后,很快一家电视台找了上来, 希望她可以进行一次现场展示作画的过程。 节目播出后,蔡国强一举成名,火药艺术家的名号就此打响。 画部上的炸化也开始不再让她满足, 1993年,蔡国强回到了国内。 她来到嘉玉关长城的终点,想让长城延长一万里。 600公斤的火药在长城的终点继续排列了一万米, 点燃火药后,15分钟的持续爆破, 铸造出一条长达万米的焰火长城。 1994年,她又来到了广岛市, 在中央公园使用90米的导火线, 点爆了漂浮在半空的巨大气球。 这一作品,使她一举夺得了日本文化大奖,广岛奖。 越来越多的作品, 使得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位火药艺术家, 1995年受邀去往法国, 用烟花在半空画出了一座空中花园。 2001年,担任上海市APEC会议焰火表演总设计。 2005年,成为了威尼斯双年展的首位中国国家馆展会策划。 2006年,成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举办个人作品展览《最年轻艺术家》。 2008年,担任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在开幕式上创作了家喻户晓的大脚印, 用焰火在城市上空一步步从天安门走到故宫, 最后走到了鸟巢。 2014年,再次担任北京APEC会议焰火表演总设计, 同年在上海黄浦江上展示了白日焰火网歌 作为自己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个人, 展出九级浪的开幕式。 2019年10月1日, 他又在天安门上空用烟花写出 《七十》和《人民万岁》的字养。 后又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担任艺术视觉、总设计和焰火总设计, 在世界的注视下, 往天空画上了《银克松》和《奥运五环》。 辉煌的人生经历也还是让蔡国强觉得不太圆满, 她那么多灿烂的作品展示给了全世界各国人看, 但奶奶却从没亲眼看过。 她曾经给奶奶许诺过要让奶奶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 而这个作品她只献给奶奶一个人。 走南闯北的蔡国强曾经在耶路撒冷听到一个天梯传说, 说上帝会往人世间降下天梯, 让已故的人可以顺着天梯直接去往天堂。 于是她就有了给奶奶造一个可以直达宇宙的天梯的想法。 1994年她便开始了尝试, 她要造一条500米高, 每一节阶梯都长达5.5米的天梯, 天梯填充火药后用热气球升上天空。 她的第一次尝试选在了英国, 计划还获得了当地航天局的许可。 但由于当时天气的原因没有成功。 2001年在上海APEC会议举行期间, 她又进行了第二次尝试, 可当一切都准备就绪, 又由于当年的国际事件影响持续扩大, 天梯计划再次搁浅。 老话说事不过三, 可第三次2012年选在洛杉矶的测试也失败了, 当地居民因为野火风险使得原本获得的许可撤销了。 尝试了21年, 天梯计划都没成功, 而奶奶的年龄却无法再等更久了, 蔡国强把天梯计划选在了家乡泉州。 拉绳索,坐骑球, 在2015年6月15日, 他成功升起了天梯。 随着引线的点燃, 一条高500米的金色梯子拔地而起, 55岁的蔡国强完成了诺言, 也实现了自己21年以来的梦想。 艺术家的诞生可能不仅仅只是天赋使然, 成长的环境也会影响这个过程。 对于蔡国强来说, 家人和家乡是他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他常说, 妻子就是整个泉州的缩影, 不管身处何地, 只要妻子在自己身边, 那么就没有离开家乡。 奶奶从小就给蔡国强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不论是最开始对自己随手涂鸦的激励, 还是后面对开始画画的自己进行支持, 而且还教会了他会灭火才叫真正的艺术的哲学智慧, 这一切都是他前进道路的动力和方向。 一个人的成功, 少不了家人的支持, 支持你的家人, 成为他们温暖的港湾, 重视家庭的人才能不忘初心, 迈向成功。 看完蔡国强的人生经历, 你有什么启发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请关注我,